游泽藤铅以前的头文店和澡堂已经宝贵很久 有今年冰店的游泽向藤铅做下这个空间 改变成为它提供UK的吃专家兵 令咖啡开工的所在 游泽和台北向农民国买冬季的专家 来绕搭配雪花兵、情人果、洛神花蜜饯 以及冰淇淋 作成口感宝贵的专家兵 台南游泽在大半年纪念准复旁边有这间冰店入价 用糖枪做下一个整枪二十多档 早期是做头文店和澡堂的所在 现在在家室设计部地之下 变成为UK的高点来吃专家冰 以及令咖啡开工的冰店 在这间店的角落 又保留十年头文店的气固和风味 我发现这个房子是有故事的 是跟人有连结的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做成一个营业空间 有一个店面 那也保留了一些像这样的一个小角落 让在地人可以有点怀念的感觉 那事实上这个房子 它也经过很多次的改造 它从早期的浴室、理法厅 后来也变成办公室 后来甚至变成员工餐厅 对冰店所为的专家冰 业在卢盛文标识 前年他都会以整个无缘 向农民国买无缘平静的专家 练练搭配雪花冰、情人果、洛神花蜜饯 以及冰基林 这次豐富口感的专家冰 所以我们在芒果冰的制作过程里面 除了芒果雪花、冰淇淋 我们有特别的讲究以外 事实上还为了调整不同的口感 让芒果冰吃起来更有层次感 所以我们特别采用了我们玉井 这个在地的土芒果 下去腌制的情人果 然后也跟学校合作 去制作洛神花的这个命件 来提供给大家 芒果汁在上面 让整个芒果冰非常的缤纷 第七位冰品受输用的爱本专家 如顺文跟市场要用各种品质 并且是主人生食的酸鸭 不是经过需要脆吃的酸鸭 甚至是不设行本果买 做外小定段爱本酸鸭 因此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主人生的果肉有香气又有甜味 自然所是从籽开始熟 从籽里面的籽开始熟 但是你催促的 它是对表面 因为它是表面烹药嘛 它会在外面烹饪在里面 但是你本身芒果熟度不够的话 它放不去味道 它肉不放 它跟皮放 但是它就没有那种果相了 也因为所买的酸鸭 是现切现白 没经过人道 因此每个吃酸鸭的几个 都会倾到很多外面油客 整理这间有怀孔木格窗的冰店 平常点来 照白最出名的爱本酸鸭 记者肖建伟游政区彩虹不得